我们这节目呢 将为大家讲解的是我们的After Effects CC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工作流程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配套的这个素材这里呢 给它打开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基础课程素材 我们双击打开 我们一看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紫色的一个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啊 左边的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名称啊 它是一个AEP 还有它的这个后续名呢 是AEP 说明呢 这种AEP的这个文件呢 是我们AE的一个这个工程文件 所谓工程文件呢 就是我们保存好了以后呢 我们二次打开以后呢 还可以给它做一次这个编辑啊 都是可以的 好了 我们在这里呢 双击将这个工程文件呢 给它打开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这里呢 是我们的刚才打开的这个工程文件 我们可以看在我们的这个项目窗口这里呢 会有一些这个固定的一些这个素材 还有就是在这个时间线面板对呢 下方呢 会有一些这个这个素材 我们注意看这里啊 会有一些工程文件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注意看 在这个AEP中呢 其实我们如果要做一个这个工程的话 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个效果的话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项目窗口这里呢 去给它导入一个素材 那么导入好了这个素材呢 以后呢 还不行 我们导入好了这个素材的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这个合成组 这个合成组呢 就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时间线下方的这些工程文件 那比如说我们注意看 在这个项目窗口这里呢 会有一个合成组 这个合成组呢 我们手标昨天呢 点选它 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合成组呢 它的一个这个信息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 它的一个尺寸 还有振速率什么的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啊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合成组啊 它的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呢 我们就去看它是C4D 所以说呢 对应的这个下方的时间线这里面板这里会有一个C4D 那如果说这个项目工程里面 如果没有这个合成组的话 没有合成组的话 就不会存在时间线下方的这些文件 那如果我们将时间线下方的这些文件给它做一个关闭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选择八叉 给它关掉的话 显然在时间线下方不含有任何工程 时间线面板这里不含有任何工程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项目窗口这里呢 还是有这个合成组存在的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合成组呢 双击打开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注意看 将这个现在打开的这个拓展开的这个CCD的这个合成组呢 在我们时间线下方的就显示出来了 这个合成组就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文件夹 我们将所有的这个特效需要合成的信息 最终需要输出的内容呢 全部给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合成组里面去 如何去放呢 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个时间线面板 那比如说我们注意看在这里呢 我们第一开始去创建的这个工程呢 首先是需要在这里呢 去给它新建一个合成组 当然这个名称呢 我们给它随意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保持默认 合成01就可以了选择确定 现在我们注意看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合成组呢 就相当于一个大的文件夹或者一个组一个工程 那如果我们要编辑它或者我们要输出我们编辑好的这个文件 或者说我们对现有的素材给它做一个编辑的话 我们需要将这个合成一里面对应的下方合成一 我们注意看这里呢 给它拖入一些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素材 那首先呢 我们注意看在项目窗口这里呢 我们之前导入了一个文件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文件呢 给它拖拽到这个合成组里面去 拖拽进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合成组呢 可以给它做一些这个编辑 也就是对于下方的这些素材呢 可以给它做编辑 如何去编辑它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特效 或者说给它做一个颜色这一块的一个校色 怎么叫呢 我们注意看我们之前在讲过 有一个效果空间这个面板 我们可以在这个效果空间这个面板这里呢 单击属于右键 选择一些这个特效 然后给它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 我们大家先看一下就可以了 选择这个颜色校正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选择这个曲线 我们可以对这个素材呢 可以给它做一些调整 简单的调整 那么调整完成了以后呢 如果我要对于现在调整好的这个素材呢 给它做一个输出的话 我们需要有一个渲染对裂的一个面板 这个渲染对裂面板呢 就是需要在这个渲染对裂的这里呢 点开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不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合成一的这个基础上 直接去点开渲染对裂 就会有合成一它的一个输出的一个工程 我们注意看我们鼠标左边的点选这个渲染对裂 注意看这里的这个名称显示的还是CCD 也就是我上一次输出的一个工程 它的一个这个信息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它 然后选择按一下键盘上delay的键 可以给它做一个删除 其实我们现在选择渲染对裂下方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工程 应该是一个空白的一个面板 我们选择这个合成一 然后在合成一的这个基础上呢 按下键盘上的Ctrl加M键 我们会发现这个面板就直接切换到我们的这个渲染对裂面板了 完了以后我们注意看 我们可以对这个工程呢 可以给它做一些参数上面的一些设置 那么设置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素材呢 可以给它做一个输出 当然我们这个AFT呢 既可以输出成竞争的图片 也可以输出成这个动态的这个视频文件 都是可以的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呢 选择我们的这个渲染啊 我们这个镜头条完全走完了以后呢 说明我们这个工程呢 就已经给它渲染完了 然后我们注意看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黄色的镜头条 然后下方的这里呢 会有一个输出道 那最终呢 我们这个工程文件呢 就会被输出到某一个位置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属性呢 它的这个文件的格式呢 就是AVI的一个这个视频的文件 当然我们也可以输出成GPG的一些文件 而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AFT呢 整体呢 它的一个这个工作流程 那如果我们要对这个素材的工程呢 给它做一个关闭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暂停 或者说停止都可以 然后我们再切换到一个这个合成1 那这样的话 就给它切换过来了 好了 我们下期课呢 将给大家去讲解一个这个素材的一个导入 还有我们的这个新建合成 它的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个这个操作方法啊 这个是这个一种的很好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洗吧 这个画来是这个 就是这个画範团把